土壁房里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59岁的黄金盒自从母亲往生后 就这么过着简单的生活 因为一份不舍 杖州慈禧志工趁着农历春节前 亲自来帮他大扫除 虽然只是今天做了一点点 一点点出来付出 但是就是觉得说 其实在他们的心中 真的是也种下一点善恋 能帮助他一点点 微博的力量 清除了废弃屋的屋子 志工再把木来的二手家具放进屋里 连电线也重新配置 家里最值钱的这张桌子 什么都没有 连一个椅子坐的都没有 然后有爱心人士木到的 有衣柜还有沙发 还有电视柜 这样子给他整理一下 像一个家 让他欢喜过年 整理过后的屋子 志工贴上春联 让他有了年味 也有了家的温暖 大新闻之宫 与小周陈丽菲福建报道 再见